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路加福音 首先我们祈祷 因父祭祀及圣神之名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是你的门徒 谢谢你教我们如何祈祷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 这样慈爱的天主 像父亲一样 每天在我们面前 注视着我们 陪伴着我们 随时准备 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 谢谢你把我们带到天父的家里 带到天父的怀抱 我们不再是孤独的 我们感谢你 拣选了我们 圣玛利亚猜的妈妈 你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祈祷 你把听到的每一句话 莫存在心中反复思索 求你也让我们靠着天主的圣言 像你那样成为每天我们生活的实量 我们祈求你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一到十三节 有一次 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 停止以后 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 主 请交给我们祈祷 如同若汉 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 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祈祷时要说 父啊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果来临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天天赐给我们 宽免我们的罪过 因为我们自己 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去他那里 给他说 朋友 借给我三个饼吧 因为我的朋友们 录到了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 那人从里面回答说 不要烦扰我了 门已经关上 我的孩子们 同我一起在床上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他纵然不为了 他是朋友的缘故 而起来给他 也要因他 恬不知耻地 切求而起来 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求必要给你们 你们找必要找着 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 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 找的就必找到 敲的就必给他开 你们中间哪有位父亲的 儿子向他求饼 反而给他石头呢 或是求鱼 凡将蛇当鱼给他呢 或者求鸡蛋 凡将蝎子给他呢 你们纵然不善 伤切之道 把好东西 给你们的儿女 何况在天之父 又不更将圣神 赐予求他的人吗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我们要看 这一段 关于祈祷的 那好 我们就直接进入 这一段经文了 耶稣关于祈祷的指示 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 停止以后 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 这里有意思的是 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 停止以后 为什么要停止以后 也就是说 当耶稣祈祷的时候 没有人过来打断他 他的门徒们在旁边观察他 在看着他 在等着他 因为耶稣的祈祷太美了 就好像门徒们明白 耶稣的祈祷 在他的生活中 是那么的重要 那么的神圣 那么的不可取代 什么事都没有祈祷重要 下面有群众都在找耶稣 等耶稣祈祷完了 门徒们才赶过来说 他们都等着你呢 他们找你呢 耶稣才跟他们一起下去 所以当耶稣祈祷的时候 没有人敢过来打断他 因为太美了 太重要了 他们能够觉出来 祈祷在耶稣生活中的位置 所以这是我在这里看到的 等他停止以后 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 主 请交给我们祈祷 如同若翰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 正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在那里祈祷很美 又一次耶稣独自祈祷 我相信他是一个人祈祷 他们在后面 门徒们每天可能也在祈祷 就像我们念早晚课一样 心不在焉的 早上念几句 晚上再念几分钟 反正也做了 每天也在祈祷 我想门徒们给我们也好不了哪去 也是这样子 可是耶稣的祈祷却不是这样 是那么的美 完了之后 他们就激起了内心深处的渴望 也愿意像耶稣一样祈祷 所以他们这样请求 主请交给我们祈祷 求主耶稣教我祈祷 不是说让他给我讲一些理论 像上课一样 而是希望他能够教会我祈祷 像他一样祈祷 我应该像耶稣那样祈祷 这个是门徒们的要求 不是说给我讲讲该怎么样祈祷 我不懂得祈祷 他们已经懂得很多 耶稣带他们快三年了 在山中圣训里面 耶稣已经讲过祈祷的一些知识 该怎么样祈祷 他们明白 可是现在看到耶稣祈祷 他们眼馋 他们内心深处 非常渴望 愿意像耶稣那样祈祷 你教教我们 你代我们 教我们像你那样祈祷吧 随后他们说 就像若汉教导他的门徒那样 透过这句话 我们也发现 若汉他三年公开的服务于耶稣 在耶稣出来之前 他就开始工作了 他的祈祷 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教他的门徒祈祷 可是在这里 当耶稣的门徒们 曾经有几位是若汉的门徒 看到耶稣祈祷的时候 他们的心动了 似乎在耶稣和若汉之间 他们做了一个比较 发现若汉的祈祷 没有耶稣祈祷的深度 若汉的祈祷 有一些不仅耶稣祈祷的地方 他们看过若汉祈祷 听过若汉教导 怎么样祈祷 可是现在他们又求耶稣 你教我们祈祷吧 就像以前若汉教我们一样 如果都是一样的 那若汉早教给我们了 不用你教了 可是他们发现 耶稣的祈祷有更美的地方 更独特的地方 换句话说 在这里 他们请求耶稣 愿意帮自己提升到 他祈祷的层次上 那耶稣面对这样的请求 他是怎样回答的 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祈祷是要所赋啊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果来临 我们的日用粮求 你天天赐给我们 宽灭我们的罪过 因为我们自己也宽灭 宽灭所有愧负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这个是我们大家熟悉的 天主经 也称为主祷文 主耶稣自己的祈祷文 所以这是 耶稣亲自教给我们的祈祷 他没有教给我们十段八段 就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祈祷 就成了世世代代 我们祈祷的一个样本 一个大纲 一个模式 因为这是耶稣教的 所有的祈祷 都应该依据 耶稣教的这个祈祷文去做 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 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祈祷 因为当耶稣教祈祷的时候 门徒们说得很清楚 你教我们祈祷 就像你一样 所以他就把他做的祈祷 拿出来跟他的门徒们分享 他把他心中深处 怎么祈祷的 讲给了我们 他没有说 过两天吧 这两天 给我点时间 我编一编 我写好以后 我想想 你不能这么快 我该怎么说呢 我得整理整理 不 但是我们 耶稣不是这样 他每天都是这样祈祷的 所以脱口而出 好吧 你们这样祈祷 我们天上的父啊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所以这个是耶稣 每时每刻的祈祷 这是他的心愿 所以是一个完整的祈祷的样本 我们 为什么今天 我愿意花一整课的时间 来谈这一段 就是希望我们的祈祷 慢慢的 就像我们每天 所熟读的天主经 慢慢的都有这样的精神 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天上的父啊 父啊 我们祈祷之前 首要的态度是把自己放到父面前 不要以为是在一个法官 一个警察面前 我得表现得很听话 不然的话 他会发款 他会罚我 这个不是我们的态度 或者一个 对我们漠不关心 高高在上的神面前 每天我得跟他祷告 不然我怕有一天 他生气会不顺利 有一天我求他就不领了 所以不能够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所以平时每天 该念了念 该烧了烧 将来你跟他保持好的关系 你用着他的时候会管用 不 这不是我们的祈祷 不是在一位陌生的神面前 对我们不关心 或者说随时准备好 挑我们的毛病 找我们的差错 是在这样一位神面前祈祷 那没有用 我觉得如果神是这样的 我就不信他了 耶稣启示给我们的神 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样的 父啊 把自己放在 这样一位父亲面前 祈祷是在跟父亲谈心 是在把你内心伸出的话 跟他分享你的困难 你的成功 你的喜乐 你的忧愁 你的焦虑 等等 从早晨到晚上的一切 不只是你自己的 你朋友的所有的一切 跟他吐露一下心声 是来到这位父亲面前 可是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祈祷首先的态度 来到这位父亲面前 这是耶稣教我们这样祈祷 来到这位父亲面前 别的还是次要的 首先你把自己放到父亲面前 相信他 投奔他 靠着他 最后我们看 耶稣是怎么教我们的 父啊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这实际上是在说 祈祷的第一个行动 不要为自己求什么 而是为天主求 还有这样的事 还要为天主求 他是神还需要我求吗 天主有什么办不了的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祈祷第一个要渴望的 就是愿天主的旨意 能够实现 愿天主的心能满足 这个是祈祷 随着天主的意思 所以祈祷耶稣教给我们的是 向这位父祈祷 而且为了这位父祈祷 向天主祈祷 也为天主祈祷 先不是为自己 为我 为我的腿 为我的腰 为我的脑袋 为我的家人 求一大堆的事 怪不得耶稣曾经说过 你们祈祷不要牢牢叨叨 天主都知道 那我们求什么呢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求天主的旨意 成行 耶稣说 我来是位寻找丧亡的人 我们说一个人丧亡了 所谓的丧亡是什么意思 我们平常理解这句话 就是说 他没有得救 他永远受罚下了地狱 其实错了 丧亡不是这个 我们谈到丧亡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 这个人 他的处境 或者 我丢了一个东西 你坐车的时候 不小心钱包 被人割了 小偷拿走了 这个东西很难过 是不是 不 是你难过 你丢了这个东西 你心里很难过 一个孩子不听话 跟爸爸吵了一架 爸爸管他 他不受管教 他离家出走了 我们说这个孩子 走失了 他难过 在外面可能 找不到好的工作 没有房子住 甚至吃饭都成问题 他难过 我们说这个孩子很可怜 其实更难过的是 父亲 是爸爸妈妈在家里 每天想着他 也可能为当时 自己处理问题的不恰当 而一直内疚 一直自责 每天吃饭 吃不下去 睡觉睡不着 等着孩子回来 最难过的是父母 孩子可能在外面 还生着父母的气 我就不回去 这样我挺好 他倒没什么 可是父母 却难过 孩子的错误 都忘了 就说算了吧 孩子早一天回来 只要回来就好 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求 愿天主的旨意奉行 天主的旨意 是救每一个人 当我们 人们丧亡的时候 最难过的是天主 我们有的时候 想到这个人 下了地狱 很痛苦 我们想想天主的心 为什么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救我们 所以祈祷的第一个思想是 愿天主的旨意奉行 天主没有别的旨意 就是要救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希望天主高兴 每个人都得救 让天主欢欣 这个是我们的祈祷 那好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天天赐给我们 耶稣知道 我们在求完天主的事之后 这个也应该首先是求天主的事 然后我们是一个人 活在世界上 有我们每天的需要 每天需要吃饭 我们求天主给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 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自己的能力 今年挣了三万块钱 不错 今年你看我多心情 我计划的多好 多赚了一些钱 很高兴 是 你计划的很好 你也很努力 不错 但是要知道 这一切都是天主给的 你说怎么是天主给的 我们活着 生命本身 都是天主给的 有多少人晚上躺下去 第二天早晨没有起来 昨天晚上我睡觉 屋里生着炉子 因为我在的地方比较冷 结果早上我就头痛 想呕吐 一直整个上午就是这样子 我在想 今天 那是前天晚上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在想 天主 如果今天像昨天那样 明天早上甚至更严重 起不来了 那怎么办 我把这一夜交在你手中 我的生命都在你手上 人的生命就这么脆弱 说走就走了 生命都不是你的 你今天 努力工作 赚的这些钱 你觉得是你自己赚的吗 不是天主愿意给你今天吗 给你所需要的这一切吗 我们呼吸的空气 我们享受的阳光 我们喝的水 是你造的 离开了天主的照顾 我们一分一秒都活不过去 所以我们每天能活着 我们靠着天主 耶稣教我们求 我们需要的东西 求你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代表着我们每天的必须品 穿的衣服 零花钱 总之 我的一切需要 求你给我 我遇到困难了 需要人帮助 也在这里包含着 天主知道你的困难 车到山前必有路 请你派来 要帮助我的人 这就是那个日用粮 包含着一切的需要 我们平常很多人 得焦虑症 犹豫症 是因为闷闷不乐 发愁 为了一些事情 一些困难 长期纠集在心 一直纠结着 时间长了 就不说话了 一个人呆着 我们的日用粮 我们的一切需要 都在这位父亲手中 每天交在他手里 不要自己发愁了 觉得这一段经 这个祈祷文 真的帮我们 治愈很多心理的问题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天天赐给我们 每天的日用粮 天主都给 我们不求富足 把那仓库存满 够多少年用的了 那是糊涂 真的 你以为这一次不缺什么了 结果有一天一打开 仓库里都是虫子 发霉了 都坏了 你看 你又开始发愁了吧 我们求天主 耶稣的门徒 是这样的 不求富有 但求过得过去 每天都能过得去 耶稣叫他的门徒贫穷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太富有了 有时你会骄傲 什么都没有 你也不能生活 就像以前 智慧篇上说的 我不求富足 我也不求贫穷 我但愿每天 一日三餐都能过得去 不要贪恋 要是我在耶稣跟前 我会觉得 哎呀 你不要这样求 把这一段经改一改 把这一句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每天用的食粮 我会这样求 求你 赏给我们 这一辈子的食粮 这一辈子 什么都不要缺 我们不是求一辈子吗 耶稣说 不 每天要我们 靠着天主去要 他每天会给 不用为这一辈子 去发愁 每天他都会给 耶稣的门徒 靠的是天主 不是靠的 手上拥有的东西 这些都靠不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因为我们自己也宽恕得罪我们的人 是的 在这里好像 在这里就好像一个条件一样 每天我们祈祷的时候 念到这一句 我该想 我还有伤害的人吗 我还有伤害过我的人吗 我心里还在恨别人吗 我心里还在恨别人吗 有不喜欢的人吗 我愿意宽恕他 愿意恢复对他的爱 愿意用新的眼光去看他 主求你也宽恕我 我愿意做你的孩子 你们看 你们看整个天主经里面 用的都是附属 我们 第一句话 我们的天赋 耶稣教我们这样 我们 而不是说 我的天赋 求你赏给我 每天吃的东西 求你宽恕我的罪 没有 我们 只有 我跟别人成为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才有资格称天主为父亲 因为天主创造的是这样一个大家庭 他是爸爸 我们是兄弟姐妹 当我们彼此相爱 谁得罪了谁 都不算什么 都愿意宽恕 还和好 我们才是天父的孩子 耶稣教我们 看到别人 不要 只想我自己 所以他教我们祈祷的时候 让我们用我们这个词 换句话说 如果你跟谁都不能成为弟兄姐妹 光想你 很自私 你就不配做天主的孩子 不能念天主经 不能做这样的祈祷 因为这里说我们 你要跟别人成为 兄弟姐妹成为一个团体 成为一个家庭 成为亲人 才有资格在天主面前祈祷 因为天主是爱 在你心里如果没有这个爱 不能够做这样的孩子的祈祷 你就不是天主的孩子了 天主的孩子就有这个记号 活在爱内 把别人看成 把别人看成 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每个人都是这样 而且讲到这个宽恕 你们看 整个的祈祷中 所有的主语 都不是我们 我们的天父 在这里 父是主语 愿你的名受显扬 这里没有主语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 你是主语了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 我们很多都是兵语 在这里 我可能讲这些 有很多人不太懂 只有一句 我们是主语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我们宽恕别人 就在这里 我们占主动了 别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动的 都是天主怎么样 天主给我们什么 天主原谅我们 天主救我们 愿天主怎么样 只有这一句 我们宽恕别人 所以宽恕是我们要主动的 我们要愿意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耶稣他希望我们 每个人都主动的 去宽恕别人 原谅别人 给别人成为弟兄姐妹 这个是这个祈祷 从二节到四节 这个天主经 真的是我们祈祷的一个样本 首先祈祷关于天主的事 不要为自己求 为天主求 向天主求 随后 我们把每天的需要 放在他手中 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 爱的团体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没有这比这个更可怕的了 这个诱惑让我们 其实不再信任天主 最后这一句 回到了第一句 天父 魔鬼的诱惑 叫我们信赖钱 叫我们信赖别的 忘记天主 这个是最大的诱惑 你们还不要以为 诱惑是让我去看不好的电影 电视 诱惑是让我去偷东西 诱惑是让我懒惰 别的都是次要的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诱惑 叫我忘记天主 是父亲 这个是最可怕的 不要让我 有一天 有一刻 忘记天主 很多人今天都不祈祷了 他们有时间工作 有时间赚钱 有时间休息 遇落 吃饭 喝酒 没有时间祈祷 为什么 他们陷于诱惑了 他们忘了 天主是父亲 就觉得天主可有可无 无所谓 离了他 我长大了 小孩长大了 就不用再靠着父母了 什么我自己都能办了 这个是最大的诱惑 我们长大了 忘了天主 我可以不祈祷 还有比这个诱惑更厉害的 耶稣教我们 最后一句 回到了第一句 我们的天父 最后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意思是让我们继续 时时刻刻靠着这个天父 最后 接下来一段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半夜去敲 朋友家的门 结果 那个 去要饼 一直敲 最后给了他 这个比喻 很多人 认为 耶稣教我们 再三祈求 很重要 你求一次 天主不给 求第二次 你就一直求啊 求啊 求得天主麻烦了 就答应了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其实这个比喻 完全是相反的 不是这样去理解的 那个人半夜被吵醒 他想麻烦 他起来帮助了他 这个比喻 绝对不能用来形容天主 我们该怎么样理解 这个比喻呢 实际上耶稣在说 那个人 晚上上床睡觉了 他不愿被打扰 从温暖的床上爬起来 但是 他的朋友一再求 他会起来帮助他 可是天主 他从来不上床睡觉 他不需要我们苦苦哀求 天主总是在等着 只要我们一靠他 一看他 一找他 一敲门 哪怕轻微的一敲门 我们的眼睛一看他 我们的心一转向他 一想到他 他就马上回应 像闪电一般快 就来了 因为他不睡觉 他在看着我 他就看着我是不是靠着他 他早就给准备好了 这个是天主 跟刚才讲的那个比喻 完全是不一样的 天主是不打盹的 那有人说 那我已经求了一件事 很长时间了 敲 一直在找 一直在敲 一直在求 他都没有答应我 那怎么解释 我说 如果天主不给你 所求的东西 是认为 是他认为 你没有这样东西 对你更好 他的回答那就是不 所以这是一个 比喻性的对比 刚才讲的这个比喻 比喻中的这一切 跟天主正好相反 他会把最好的给你 最后十一节到十三节 耶稣又在讲 儿子求饼 父亲不给石头 求鱼不给蛇 那求鸡蛋 不给蝎子 你们纵然不善 伤切之道 把好东西 给你们的孩子 何况天父 能不把圣神 给求他的人吗 在这里 让我们明白 圣神是最好的 有时我们以为 我发财 买一个车 买个房子 我一直在求啊求啊 天主就不答应 那不是最好的 他会把圣神给你 祈祷最高的态度 就是从天主那里 祈求圣神 接受圣神是一个开头 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领洗的时候 第一次接受圣神 而我们每天的祈祷 就是一种不断的 渴望圣神 追求圣神 接受圣神 被圣神充满浇灌的生活 这是我们祈祷 该渴望的 在圣神内的更新 每天更接近天主 更爱别人 这个是 有了圣神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到了 还有什么 比这个更重要的 圣神会让我有一个 圆满的丰富的生命 这是我们该求的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注意 改善自己的祈祷 越来越像耶稣教的 愿光荣归于父 祭祀祭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依然 直到永远 阿们 愿天主降福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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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